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人对他一厢强烈的称呼 在其国内西夏人有对自己确定的称呼是汪尼定 在不少独使人的印象中 西夏好像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做大之后建立起的分裂政权 即使独立建国也仍然摆脱不了与中原汉的在文化血脉上千丝万缕的相似性 但实际上这只是西夏人故意让汉族人看到的一面 下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比较常用的一个国号 那么使用大夏的政权应该对汉文化有一种天然亲近感 可实际上西夏对于宋朝既不亲近也无关联 人家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 在文字上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西夏文 汉语在西夏境内的地位只是辅助于人 从出土的石碑名文来看 西夏文比汉字更加复杂和难以书写 但这却是西夏大小官员必须掌握的一种文字 如果不能用西夏语进行交流和行文的话 是没有资格在西夏当官的 在统治者的称谓上 中国素来是某某皇帝 西夏人称呼他们的国主却是国王 只是在同中原人打交道的时候 为了让汉人对自己产生文化上的认同 而人为的编造出平成皇帝 白成皇帝和明成皇帝之类的称谓 实际上在自己国家之内基本不用 而在宋夏关系紧张之时 更是连边都懒得边了 西夏立国之后直接承受着来自东北和东南方向 辽宋两朝的军事压力 但在站稳脚跟之后 西夏并未急于向中原拓战势力 而是不断发兵中亚同西域强国 回湖争夺和西走廊 如果这是一个脱胎于中原地方政权的王朝的话 可以对中亚的兴趣如此浓厚 甚至超过了东方汉地 实际上西夏与其说是一个东亚王朝 吴宁说他更像一个内亚国家 真正的西夏贵族对宋朝都是十分鄙视的 他们更加推崇自己的文明 但从古至今没人跟前过不去 很多时候为了安抚一下 宋朝这台永不生锈的ATM机 必要的姿态还是要做一下的 西夏的铁钥子骑兵威震西域 在同宋朝对阵的时候 也多是靠这支骑兵通风陷阵 可从这支军队的装具上 看它更像是一支中亚风格的军队 毕竟我们自古以来 就没有发展重装骑兵的传统 在击败了回忽人之后 西夏彻底垄断了宋朝同中西亚的贸易交流 来自西亚的琥珀 玛瑙要途径西夏到达大宋 来自大宋的丝绸 茶叶 也要经过西夏才能到达西亚 如此一来西夏人从中获利甚厚 而且凭借从西域赚来的铸铁和冶炼技术 西夏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 以至于大宋太宗皇帝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带着自己钟爱的下国界 可惜的是 蒙古崛起之后 通过两次武力征服 把西夏人赶尽杀绝 以至于到现在我 我们再也找不到党项人的痕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